嗨,今天分享十个历史人工网站,每一个都非常的有趣 第一个是三属鸟神话 从盘古开天梯的创世神话开始到英雄神话,世俗神话 神魔,智怪,所有仙侠影视小说的名字 在这里面似乎都有迹可循 从苍结造字到八仙传说 十大鬼怪,龙生,九子,远古传奇在这里演绎 如果是喜欢神话小说,想写小说或者假故事的小伙伴 在这里面绝对挖到宝了 第二个是天下老照片 一个聚合了各式老照片的网站 有清朝民国不同时期的 也可以根据地理位置选择照片分类 也有国外历史封城的岁月 比如点击上海就会看到曾经的上海黑帮 黄金龙的故居样子 玉园,南京东路,法华塔,各地不同的样子 第三个是光明之门 听这个名字似乎就有种光明顶决战的感觉 里面涵盖了古字画,旧书籍老照片,袁世青 其中老照片也演绎着诸多的精彩 西域考古图,神佛在中国,东黄石窟 第四个是画物智慧 这是一个关于日本鬼怪的网站 如果喜欢看日本动漫 应该能看到不少相似的妖怪 比如我很喜欢项目有人杖 就能发现里面有的妖怪 跟这里面网站里面的妖怪 长得都挺像的 第五个是三体 一个跟三体有关的网站 书里面那些熟悉经典的字眼 在这里面都能看到 也许注册了能发现更多有趣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有点麻烦就没有注册过 仅限里面的主页内容探索 第六个是唐诗别院 汇聚的都是唐诗 但是它的搜索比较特别 比如李白的作品 写给李白的诗 适合小学生背诵的诗 你也可以自定义 比如写梅花的诗 二十四节气的诗歌 任意你想的主题都能在这里面直接搜索 第七个是四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开放平台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科研成果 有时空框架 虚拟地球 历史图库 不管是历史学的爱好者 或者是这方面研究的学生 或者老师都值得好 好地看看这个网站 作为科研成果 其专业性是可以保证的 第八个是地图窝 2023年你有什么旅游计划 如果还没有想去的地方 不妨来这个网站看看大好河山 里面有比较特别的人文地图 点开任意一个省份城市的地图 会有详细的景点风部 看着看着 说不定你的旅游灵感就来了 第九个是古籍插图库 这些插图都是从首都馆餐文献中 检验出来的 有风景 人物 动植物等各种分类 第十个是书格 古籍为主 汇集了金石子集 绘画 书法 鱼图 比如这幅碎朝延晚图册 会有详细的作品背景 寓意 四季山水图册 景德镇 陶路 但是里面有一个模块 是古代渔图 也是蛮有趣的 有福建省的海岸全图 地图中药 彩绘湖北地图等等 可以参与讨论阅读 也可以直接下载 以上十个呢 就是今天想给大家介绍的 比较有趣的文史类的网站 我们下次见